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志愿军熊啾啾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举全国兵力 帮助纯齿相邻的朝鲜 中国志愿军不怕苦不怕难 克服各种困难 才艰难地取得胜利 但在外界看来 朝鲜战争的胜利靠的是人海战术 从士兵的数量上压倒美军 其实不然 我们看一下战争当事人美国老兵对志愿军的评价 就见分晓 根据美国老兵的回忆 当时志愿军人员组成大多是农民出身 没有系统的军事学习 装备简陋 但是他们的战略战术灵活了 不受军事化思维定势的影响 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 变化不同的战术 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如地道战 地雷战 麻雀战等 从老兵的叙述 我们就可以轻易得出 虽然志愿军人数重度 但这也是为了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 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 还是在于指挥得当 神出鬼没 提起志愿军 美国老兵称 他们的意志力蛮强 仿佛是打不死的 就像后来专家总结道的 在战争中 有一位士兵被冻成了兵雕 还依然坚守在前线 为胜利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我们军人是宁愿牺牲都要完成任务的 拥有坚定信念的无敌战士 我们远赴朝鲜 就是要保家卫国 我们是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战争的胜利的 死去了一批 下一批就会立马补上 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口 志愿军有你想象不到的坚韧 克服各种困难 都要完成任务 志愿军有你意料不到的灵活 战术的变换使美军猝不及防 因此 单单说志愿军是靠人海战术取胜的 是一点都不尊重历史事实的人 也是不了解中国军人的顽强品格的人 也是羡慕中国军队凝结力的人 也是嫉妒中国军队战术多样的人 任你如何诋毁 我自窥然不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